就發動了 拉起發電機 接下來插上插頭之後 地下水就這麼的被抽到這個大桶子裡 水呢 來了 這樣就可以把那個水抽過來這樣 對啊 你們地下水的水桶都用這邊 對啊 這個洗碗的 洗碗的 就因為是地下水 不能喝 只能夠用來洗碗洗衣與洗澡 沒有自來水只能夠用勺子搖水 洗碗槽的水混得髒夠 洗盆裡的水殘留著漂浮物 肉眼就能夠感受到衛生的問題 而徒步走到地下水的水源頭 水源地就在垃圾堆的正下方 鏡頭所看到的是 部落族人過去所遺留下來的垃圾 不過呢 再往下這邊一看呢 可以看到這個地下水呢 是族人他們平常所使用 在這個洗衣服 以及煮飯洗碗的地下水 衛生勘餘 而雖然居民在地下水的濾水池 做了檢疫的濾網 但是就算是經過阻廢 仍然不敢喝 可以喝嗎 這個不能喝 一喝下去我看全身就出毛病了 不能喝怕全身會出毛病 是因為居民連洗澡也出了問題 洗澡會癢嗎 對啊 有時候會很癢啊 會癢 沒有經過衛生過濾的地下水 居民衛生品質堪餘 就因為未處於行水區 政府無法在水源地 興建濾水的設施 而該如何擺脫用水的困擾 三陰橋下福爾摩沙部落的居民 也只能夠過一天算一天 記者8的56 新北市英哥採訪報導